CiBTM展会致力于为展商带来更多更高质量的买家 我们现在就来与张佳莹 CiBTM的特邀买家负责人谈一谈特邀买家项目 哈喽佳莹 您是主管这个特邀买家的 请先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特邀买家这么重要 因为特邀买家计划是CiBTM的一个最重要的计划 我们的特邀买家全部是具有采购能力的 所以他们也是展商到CiBTM来的原因 就是为了来见他们 同时这是展商的潜在客户 所以他们是最重要的 您是通过什么标准来选择这些特邀买家的呢 首先特邀买家会在网上登记他们所有的资料 那么我们会严格的 他们每个人都会通过一个严格的审核过程 那么我们在征选他们的时候 会考虑他们的年度预算 他们是否具有采购权 他们一年会做多少个活动 以及他们做活动的地区 这些都会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今年有多少个特邀买家 然后他们都是从哪来的呢 今年有416名特邀买家 主要来自于中国以及其他的世界各地 当然包括欧洲 美洲 澳大利亚等 How would you say the hosted buyers can get the most out of CIBTM 他们最大的获益是什么呢 通过这次展会 首先特邀买家到这来 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 与参展商会谈 以达成他们未来做活动时 选择未来更多的供应商 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同时在建展商之外呢 他们还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教育项目 这是为提升他们自己 以及获取专业知识 那同时我们还有很多的社交活动 可以帮助他们在展会之外 建立一些自己的人脉网络 这些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对于展商来说 他们能从这个特邀买家计划中获得什么呢 那对于展商来讲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 与特邀买家的邀约 因为这些买家都是他们的目标客户 所有与他们相见的买家 也都是提前通过网上双方互相双选的 所以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所以展商为了拿到往后的更多的生意 会要认真对待每个邀约 那我会建议展商呢 一定要在做邀约之前 先认真的研究一下每一个买家 然后跟他们好好的洽谈 然后直接去问对的问题 然后帮助买家达成 他未来的活动的采购 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